夢想盒子六袋 這兩個月賣的非常好 因為他可以這樣 看劇追劇 看劇跟追劇不是一樣的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說你有買過夢想盒子六袋 你想讓你的盒子變成遊樂器的 你想讓它變成街機的 你想讓它變成遊戲主機的 對 以後街機提供了這個記憶卡 讓它變成遊樂器 大家好我是阿澤 大家好我是透兵 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夢想盒子六袋 六袋 六袋是不是已經介紹過好幾次了 我想說我剛剛腦中就浮現了 感覺已經講過了 是 來 為什麼 它有哪些功能呢 來 你說 你問對了 可以怎樣 你最愛的 看電視 追劇 唱歌 還要看成人影片 欸 好 就這麼多功能 最近給你追加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可以讓你 夢想盒子六袋變成 遊樂器 可以玩遊戲 可以玩遊戲啦 唉唷 唉唷 有 如何讓夢想盒子六袋玩遊戲呢 那我就直接講 它可以從街機啦 什麼紅白機啦 它各種以前的遊戲主機 可以玩到 PSP 部分 是喔 sutin 部分 那以下的 其實都可以玩 嗯 那有哪些遊戲 你也不要問 買回去你就知道了 它也有附贈一支 簡單的手把 或是你要弄你比較自己的習慣手把 然後接上有線啊 或是你有搖桿啊 都可以接上這個USB 設定完之後 你可以單打雙打都可以 他已經無敵了耶 他還有什麼事不能做 哇 取代你了 這樣子 那我先下班了 我旁邊在做一個夢想盒子 來我們一起開銷 嗨 取代你 好 欸 你很淡定 因為我知道你要瞎講 所以我淡定啦 因為你心裡想 啊沒關係啦 反正講 給他講一講 之後我會剪掉 反正你可以在雙七八八講 我就當NG講 我靠 喔 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社長以下的遊戲示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夢想盒子的記憶卡裡面呢 一共有16000多個遊戲 那我們可以從街機這邊看到 有許多選項 那當然你也會看到有一些 屬於紅白機啦 老任的一些模擬器 那 這個是親油版 所以呢 你拿到的時候呢 並不會有這些老任的遊戲 喔 你可以自己收藏放進去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簡單看過去 那這個裡面你能夠玩到 NAUMI啦 SNK啦 PS1 PSP 還有部分的SUTURN 都可以拿來玩一下 那我們首先看到一下 街機這邊就是 未來戰士 都是很順暢 街機沒有問題 衝破火網 也是跑得動 所以夢想盒子二代呢 性能還是不錯 那大家買記憶卡的時候呢 這邊會送一隻 簡單的手把給你操作 當然你也可以選過 我們賣場裡面有 Block出的VV的手把 它就有支援連射 也可以像這樣 超級昏斗樓 可以按著連射開關 就讓連射幫你按就可以啦 當然 雙打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插上兩隻手把 設定完之後 兩人就可以同了啦 那比如說像這個雙結龍 一個人抓的頭 一個一直編他 我只要這樣編不出來啊 結果編到自己 雙打是沒有問題的 那射擊遊戲 也一樣都很順暢 所以在接機方面呢 如果你選擇64G的 所以它記憶卡裡面 接機是一定有的 那比如說像這種 會打旋風呢 跑起來也是沒有問題 接上兩個搖桿 一樣可以雙打 你的夢想盒子 除了可以看電視 追劇上課之外 現在這個新功能 讓你可以在家裡 可以來玩接機遊戲 變成遊戲機 這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看到這個 PC Engine也有不少的遊戲 可以看到這個大家最受歡迎的 熱血高校躲避球啊 我們的國雄軍 欸對沒有錯 就是要這樣子打 非常懷念的熱血躲避球 以及PC Engine CD-Long的惡魔城 這個遊戲也是非常好玩 音樂好聽 而且它可以支援 save roll功能 所以你可以玩到哪 記錄到哪裡 Megadriver Sega 5代 Megadriver 魔王連四日 也是非常好玩 雙打沒有問題 甚至是這個Sega的 Hutro也是很好玩 都是經典好玩的遊戲 插上記憶卡 簡單玩就可以啦 這個是32X的太空哈利 跑起來也是非常的順暢 所以夢想盒子 留在這個硬體 其實還算不錯啦 一些基本的街機 或是遊樂器 都是可以跑的 這個Sega CD-Long裡面的 街頭快打 也是非常好玩 而且音樂也非常獨特喔 當然朋友來你家裡一起玩 真是非常開心的 當然裡面有附了不少的 比如說一些駭客版 那操認這個魔界村 它就是一個駭客版 可以支援 延續跳啊 所以你可以嘗試一下 裡面的一些駭客版 拿出來玩玩看 有沒有什麼樂趣 可以再玩一次 操認的大到五位門 是社長最愛的遊戲啦 好我們來看一下 SNK遊戲裡面呢 也有不少收集 那很多人都知道 刺魂啦 格鬥天王啦 但其實有一片格鬥遊戲 還蠻好玩的 就是這個霸王人法鐵 雖然這個玩起來 好像軟軟的 但是其實它有樂趣喔 它的招式啊 比如說擠滿之後呢 它可以爆氣啊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試試看 像GBA裡面的 白夜邪奏曲 這個也很好玩 GBA這個都跑得動 好我們來看一下3DO 也收集了一些部分的遊戲 那我們來試一下 最受歡迎的快打旋風 但是快打旋風呢 3DO在這個上面跑呢 就聲音有點微微的卡啦 但要玩也是可以玩啦 還是這麼跑得動 但其實你玩街機版本就好了 不一定要玩這個3DO版本 那接下來看到PS1呢 這些射擊遊戲 而且都是順暢沒有用的 簡單玩玩 單打雙打 跟小朋友一起玩 朋友來 接上電視 記憶卡插上去就可以玩了 非常方便 那這個是PS1的月下月響曲 聲音的響度啦 以及它的畫面呈現 都非常的漂亮 可以再次的回味一下喔 那甚至這個PSP的三國無雙啊 這個也是大家以前掌機 很愛的版本之一啊 當然PSP 戰神就不要吃啦 啊戰三國無雙還是可以的 因為戰神可能還是會卡 那PSP的這個劍魂呢 也是不錯玩的 而且角色非常多 戰神也是裡面的角色之一啊 但這個格鬥版呢 就非常的順暢 雖然偶爾會有一些讀取的鈍鐵啊 但玩起來應該算是沒問題啦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是SUTIN的月下夜響曲 它在畫面上的呈現呢 可能就沒有PS1來的漂亮 比如說它的那個殘影啊 透明度的場面啊 是有一些差別啦 但是你要玩呢 還是跑得動啊 SUTIN部分遊戲哪有部 都是可以玩玩看的 可以玩到一個自己喜歡的遊戲 這樣做很棒吧 還有SUTIN的這集遊戲 蒼熊紅年隊 這個也是大家非常喜歡的遊戲 但這個遊戲音樂會比較小一點 也不知道為什麼 在每個版本裡面呢 這個遊戲的影響總是特別小 但能夠玩到蒼熊紅年隊 我就覺得很爽了啦 好 現在看到正是GINCAST的 劍魂啦 一般的這種兒子模擬器呢 玩劍魂啊 玩GINCAST的啊 應該都是算順暢的 所以我們玩劍魂的時候 其實我這樣一直變成 明明KO了 還要一直踹它 那Atomis Way呢 也有包含一些部分的遊戲 我們可以來試一下這一個 黑鬥神拳啦 每次我們Atomis Way都要拿 黑鬥神拳來試 我們這次就不是那個 爵士蘭啦 我們用拉歐來試 因為拉歐贏了之後呢 會有他的黑王號啊 這是非常霸氣的圖案 所以Atomis Way的遊戲也很難動 如果大家有想要把夢想二十六代 變成遊戲機的話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記憶卡的賣出 好 看完了這個遊戲示範 你知道說夢想二十六代 其實可以玩很多遊戲 而且還蠻順的 就是說在SUTEN PSP以下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 老任的遊戲 他也不會付給你 你可以自己貼進去啦 你可以把自己的收集的遊戲 貼在這記憶卡裡面 一樣可以去執行你的遊戲 那感謝旅遊街機提供這一個 記憶卡的產品 我們賣場底下呢 有分三種規格 哪三種 六四G 二五六G 還有五一二G OK 那遊戲的數量不一樣 當然如果你預算高一點 就直接買五一二 五一二 遊戲比較多 如果說想要比方簡 玩玩街機就好 你就買六四的 如果說你想要再多玩一些 其他模擬器的 二五六也是可以 嗯 這邊有記憶卡插槽 你買回去就是這個記憶卡 它插進去 只要插進去呢 它就變成油熱器 如果你拔下來 就是回到夢想盒子 如果說你有興趣要購買的呢 記得把這個後面 盒子後面這邊有個 Mac 這個數字呢 提供給賣場的小編 然後 旅遊那邊就會幫你 做一個適合你的盒子的 跟你需要相同的記憶卡 讓你來做使用 客製化 對客製化 就是專屬這一台用的 其實就是 網機器啦 哈哈哈哈 你就是要包裝一下嗎 蛤 客製化屬於你的遊戲 客製化屬於你的遊戲 對 但是呢 就是不讓你拿到別台去玩 沒錯 想都不 不准脫離我 或是你曾經在 社長的賣場買過夢想盒子呢 你如果想變成遊樂器 也可以在底下的記憶卡下單 沒錯 好的 喜歡想幫我按讚訂閱 加分享 好 哎呦 想要的就下單 沒錯 就接到這裡 謝謝各位 掰掰 夢想時代 來啊 抓有沒有在認真看影片的 底下留言夢想時代 怎樣 送透皮 恐怖 廁所照 哎呦呦 機不得喔 機不得 或是你曾經在社長的賣場買過夢想時代 或是你曾經在 夢想時代 我的少女時代 或是你曾經在社長 那我們一起前往我們的夢想時代吧 是咧 那就是幾百塊的差別 很精闢的介紹 怎樣 我喜歡的 你說的都是廢話 很精闢的介紹 說的都是廢話 這句不錯 再讓你講一次好不好 不行 沒有辦法 你知道我們錄影都是很隨心的 再重講都不會好 就沒有感覺 很精闢的介紹 說的都是廢話 好像不行喔 技術比較好 阿修 嗨 起床了 起床 起床 起床了 看到Toby就起床 還是看到Toby就很軟 我靠 撒毀 阿修 敲